中央社雅加达11日综合外电报导 由于允许游客在立于奥斯维京 集中营背景前的希特勒等身蜡像旁自拍 印尼一座博物馆在国际间激起众怒 博物馆经理今天说 已移除相关产品 法新社和今日俄罗斯RT报导 位于爪哇日热 Jagakarta的阿克艺术雕像博物馆 在这场展览中 将希特勒塑像稳不利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的巨幅照片前 奥斯维辛是最大的纳粹集中营 超过110万人在这里丧生 纳粹相关展品是受游客欢迎的自拍点 在社群媒体转发的照片上 包括儿童在内的参观者在希特勒塑像旁流营 有些人还摆出纳粹局首领 博物馆营运经理密斯巴 说在招致著名犹太人权组织西蒙卫森所中心 Simon I.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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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ta非难后 希特勒蜡像已移除 密斯巴说 我们不想引来怒火 他表示 我们展示希特勒塑像是为了教育目的 在这个蜡像和视觉特效中心里 除了希特勒雕像 还有约80座世界领袖其名人塑像 益者中央摄成言君1061111